各位家人们平安 今天3月24号是教会十周年的庆典 有许多贵宾会来教会一同欢庆 见证神给恩宠灵阳堂 这十年来许多的恩典 群帽牧师也要来勉励祝福我们 教会也会提供每位来的弟兄姐妹 这个一本十周年特刊 一本见证集 中午也会有非常好吃的变餐点 欢迎我们一同邀请我们的家人 一同来教会庆祝 祝福今天教会十周年庆典顺利圆满 感动人心 今天圣经加油站的经文是 《使徒行传》第十章 这章我定的主题是 耶稣救恩的普世信 救恩的普世信 那我们一起来读第三十节 哥尼流说 前四天这个时候 我在家中守着出身的祷告 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 站在我面前说 哥尼流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 你的周记达到神的面前 已经蒙纪念了 你当打发人去往约帕去 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 他在海边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 所以我历史打发人去请你 你来了很好 现在我们都在神的面前 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 彼得就开口说 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 原来在各国中 那敬畏主行义的人 都为主所悦纳 四四节彼得还说这话 就是见证耶稣是复活主的时候 圣灵降临在一切听到人身上 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 看见圣灵的恩赐 也交在外板人的身上 就都稀奇 听见他们说方言 称赞神为大 于是彼得说 这些人既受了圣灵 与我们一样 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 就吩咐 送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 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 这段圣经我给的主题是 耶稣救恩的普世信 主题经文在第三十五节 原来那各国中敬畏神 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 四十七节 于是彼得说 这些人既受了圣灵 与我们一样 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 那需要守的贱命呢 是突破局限 不要限制 在神凡事都能 那神给的应许 就是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耶稣是主 神应许你就能够领受圣灵 甚至能够说方圆 要避免的罪 就是认定某些人 是永远没有办法信耶稣了 在生活上中的应用 持续为未信主的家人 信耶稣祷告 因为再人不能 再神凡事都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祝福今天教会十周年 庆典顺利圆满感动人心 见证耶稣在他教会 行其妙作为于恩典 帮助我们今天能顺利带领 未信主的家人 一起来参加教会十周年的庆典 感受耶稣的爱 在人不能 在神凡事都能 相信终有一天 我们未信主的家人 会信主受洗 谢谢耶稣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